遇到真愛的話 那就是就就只好結婚 是嫁給誰 哪一種人 沒有那麼關係 敏昌說遇到真愛就結婚 嫁給哪一種人 對我來講不是問題 怎麼會回答得這麼嚴肅 原來因為有民意調查族群歧視發現 以婚嫁來測量民眾 對於不同族群的接受度 顯示調查發現 若有正值試婚年齡的女兒 有八成八的民眾 願意讓女兒嫁給台灣最大的族群 閩南人 只有百分之三不願意 若通關對象是台灣原住民族 願意讓女兒出嫁的比率 從閩南族群的八成八 降到五成五 三成二 不希望女兒嫁給原住民族 但是民眾可不以為然 我覺得不是族群的問題 我看的是那個人的內涵 有學者就說不清楚 這項統計數據的年齡層 民眾是誰 對於調查結果的精準度 就不是這麼精準 不過這項調查卻看得出來 是刻板印象還在 但是事實上刻板印象 已經慢慢在淡化了 用婚嫁的接受度來看 是否有族群歧視 學者及民眾認為 並不客觀的同時 也說這是一項過時 又充滿刻板印象的調查 這家人說來馬耀台北市採訪報導